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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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冒名同乡会协办的金山迎新书画艺术研讨会 在旧金山中国城康年海鲜酒家举行 特邀中国著名书画家胡江做山水画创作主题讲座 胡江教授与旧金山书画界人士近50人一起展开研讨和交流 胡江的山水画吸收岭南派大师观山岳 黎雄才及恩师陈金章的秀雅清新画风 也融会北派山水大师黎可染的浑厚苍镜画艺 形成秀雅红雄的个性风格 呈现空灵清秀大气雄浑的美学特征 本台记者吴卓明12月28号就金山综合报道 周三被控袭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丈夫保罗佩洛西的 加拿大籍男子大卫德帕普 对检方提出的谋杀未遂和其他州重罪指控表示不认罪 而此前他已经拒绝承认联邦指控的绑架和袭击未遂罪名 周三当天 德帕普还在法官特雷莎卡帕斯面前 放弃了自己迅速受损的受审的权利 他并被裁定于2023年2月底再次返回法庭 以确定随后的审判日期 本台记者吴卓明12月28号就金山综合报道 西南航空公司航班取消事件导致数以万计的旅客滞留湾区机场 他们想方设法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12月28号周三还有数百个航班被取消 有些人要到新年才能重新预定 所以他们尝试租车或寻找另一家航空公司 同日早上 圣河赛国际机场是湾区所有机场中取消航班最多的机场 截至上午11点 有近150次航班被取消和14个航班延误 至于湾区其他机场 奥克兰也遇到重大问题 截至12月28号上午11时 有124个航班被取消 旧金山国际机场有45个航班被取消 本台记者陈永青 12月28号旧金山综合报道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对于塞拉利昂和加州的供水来说 有一个好消息 今年的积雪量高于平均水平 而且还会有更多的降雨 第一个可能会在28号周三晚上和29号周四发生 周五周六 一场更大的风暴将袭击塞拉利昂山脉 一些地方的降雪量将增加大约2到5英尺 继续关注美国新闻 美国政府周三下午宣布将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提供新冠阴性检测证明 这一新规将于美东时间1月5号零点生效 CDC宣布的新规要求来自中国内地 香港和澳门飞往美国的旅客 提交出发前两天内的新冠阴性检测证明 PCR检测和抗体检测均可 后者可以由医师通过视频远程监督完成 旅客需在登机时向航空公司出示检测结果 宣布这一新规的美国官员表示 美国目前对于中国疫情掌握的信息有限 中国当前疫情传播的快速增长 增加了新变种出现的潜在可能 在美国人保罗·惠兰遭俄罗斯拘留四周年之际 拜登政府在周三重申了想帮助其返回美国的承诺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周三发布的声明中说 我们不会停止 不会松懈 直至所有美国人都能庆祝保罗的回归 保罗和惠兰家族最近向全美国展示了庆祝同胞回归的慷慨精神 而俄罗斯继续将其作为政治筹码 根据此前的报道显示 俄罗斯在与拜登政府的换求谈判中 曾一再要求以释放在德国关押的杀人犯 克拉·西科夫为代价换取保罗·惠兰的释放 周三知情人士向CBS透露 联邦检察官与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正在调查共和党当选众议员乔治·桑托斯的财务状况和财务披露情况 12月初 纽约时报一篇报道揭露了桑托斯在竞选过程中 明显歪曲其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的多个谎言 这些爆料引起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 他们呼吁对桑托斯进行调查或进一步施压 要求他辞职 媒体称联邦调查标志着这位当选国会议员 在学历和工作经历方面的造假事件 有潜在变严重的可能性 桑托斯此前表示 他仍打算在明年1月开始众议院的工作 本台特约记者延天12月25号华盛顿报道 根据媒体周三获得的一份备忘录显示 国土安全部DHS近期警告称 随着特朗普时代边境限制措施第42条的潜在终止 一些移民和关键基础设施可能面临国内极端主义的威胁 根据国土安全部的说法 在大量阴谋论外国干涉和暴力的呼声中 针对美国国内的极端主义威胁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难以预测 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 全美代售二手房销售在11月连续第6个月下滑 创下历史第二低 在联储会不断加息经济前景尚不明确的情况下 大量潜在的买家选择按兵不动 周三公布的11月份全国地产商协会NAR的 二手房签约指数比前月下降4%至73.9% 这是该指数2001年创立以来的第二低值 仅好于疫情刚刚告爆发时的2020年初 墨西哥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 消费者认为当前的购房条件是1980年代以来最差的 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中文电台新闻快车道 欢迎收听新闻快车道节目 我是主持人小芳 下面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中国外交部28号举行例行记者会 在回应记者提问 近期个别西方媒体声称中国抗议失败 发言人王文斌表示 有关论调是充满偏见的炒作抹黑和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 既经不起事实推敲 更于真相背道而驰 王文斌指出 事实上疫情爆发三年来 中国政府顶住了一轮又一轮的疫情冲击 目前中国疫情形势的发展 总体在预期和可控之中 他又说 相信有以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有14亿多中国人民众志成城 有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撑 中方必将赢得抗议的最终胜利 本台综合消息 中国26号再次调整防疫政策 优化中外人员往来管理 有序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不过包括日本 意大利 印度在内的部分国家 开始增加对中国旅客的核酸检测要求 美国菲律宾也在考虑 对从中国入境的旅客 采取新的防疫防范措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7号在例行经文发布会上 对此表示 中方始终认为 各国防疫措施应当科学适度 不应影响正常的人员交往 本台综合消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28号公布 考虑到香港整体新冠疫苗接种率 抗疫药物储备等因素 将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 取消检疫令 不再界定密切接触者 取消疫苗通行证 取消所有入境强制核酸检测 取消所有社交距离措施 但维持口罩令 上述新举措将于12月29号起生效 另据消息 李家超28号表示 目前计划于明年1月15号前 落实香港和内地的通关 香港特区政府28号表示 高度关注日本当局 限制香港的载客航班 只能使用当地四个指定机场 和不准增加由香港前往日本机场的航班 正从多方面积极跟进事件 致力确保身在日本的港人顺利返港 并尽可能减轻事件 对香港旅客构成的影响 据了解 由2022年12月30号至2023年1月底 本地航空公司受影响的 离港航班接近250班 约6万名乘客受影响 当中约有4000人为旅行团旅客 共涉及超过150个旅行团 受日本有关决定影响 本台综合消息 在大陆近日宣布 自明年1月8号起 将取消入境后核酸检测和隔离措施后 台湾交通事务主管部门 初估春节期间 每周约有3万人次在路台商返台 对此台湾28号宣布 明年起大陆赴台旅客需检测核酸 台湾卫生部门表示 大陆赴台旅客在机场留下唾液 以及联络方式即可 若有确诊会后续通知结果 对于确诊者实施5加N的隔离措施 即隔离5天期满快筛阴性 便可提前解除自主健康管理 至于该措施上路时间 要由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为主 实施的时间规模可能类似春节专案方式 实施一段时间就会结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8号主席 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台湾当局决定将义务兵服役期限 从四个月延长到一年 以应对所谓来自大陆的威胁 汪文斌说 为实现国家统一大业奋斗 重于泰山 为台独分裂活动卖命 轻于红毛 我们相信广大台湾同胞 声明大意 不会为台独分裂势力 充当炮灰 28号 全球首列轻能源 市域列车 在四川成都下线 据了解 这辆列车内置轻能动力系统 最高时速160公里 约99.4英里 加轻一次 可实现续航600公里 约373英里 列车采用氢燃料电池和超级电容 相结合的能源供应方式 能量由氢气和氧气 在氢燃料电池中进行电化学反应产生 反应产物仅为水 无任何碳流副产品 记者28号从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该公司积极响应拓展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的号召 在2022年已完成642条车道339个收费站数字人民币设备安装条 并将于12月30号全面实现数字人民币支付通行费服务功能 届时重庆高速公路将进入数字人民币时代 河南郑州的正新黄河大桥28号早上70左右 发生至少设计200辆车相撞追撞的交通意外 目前造成一人死亡 事故原因或于当地能见度低以及路面结冰有关 据媒体报道 相撞的大多为小型车辆 无运载危险化学品车辆 当地消防部门事后调派11辆消防车 及66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 成功营救11名被困人员 事故目前造成一人死亡 当地警方表示大桥当时大雾能见度很低 而且路面结冰导致意外 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俄罗斯克里姆林工发言人佩斯科夫28号说 总统普京计划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 正在开展相关筹备工作 会在适当时候公布会谈的时间和形式 佩斯科夫早前表示 俄中领导人接触的筹备工作将在新年前完成 但现在讨论会谈形势还为时尚早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兼统一 俄罗斯党主席梅德维杰夫早前访华 并与习近平会面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 28号在社交平台Telegram上发文 抨击那些已经离开俄罗斯 且希望俄方在俄乌冲突中失败的俄公民 是叛徒 他还称 这些俄公民是俄罗斯社会的敌人 最好不要再回国 梅德维杰夫11月4号 曾在社交平台Telegram上发文 批评那些已经离开国家的俄罗斯人 是雀罗叛徒 他称 那些雀罗的叛徒和贪婪的投机分子 已跑到很远的地方 让他们的尸骨腐烂在国外吧 没有他们 我们已变得更强大和纯洁 当地时间26号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 乌克兰政府希望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担任调解人的情况下 明年2月底前在联合国召开和平峰会 《卫报》报导 库列巴还表示 只有当俄罗斯首先在国际法庭上 面临战争最起诉时才能邀请俄国参加峰会 他并透露美国政府已经制定一项特殊计划 以获得可以击落敌方飞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准备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投入运作 联合国发言人办公室对此未立即制评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俄罗斯从不遵循他人设定的条件 只遵循自己的条件和常识 意大利卫生部长斯基拉奇28号表示 因为中国新冠病例激增 意大利已为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 订购新冠抗原式子和病毒测序 米兰的主要机场马尔彭萨机场 已于12月26号开始 对从北京和上海抵达的旅客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几乎有二分之一的旅客被感染 但斯基拉奇没有说明将对检测成阳性的旅客 采取什么措施 但米兰周边的伦巴地大区 和罗马周边的拉乔地区的当地卫生主管表示 阳性者将在当地卫生当局预留的建筑物内进行隔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8号接受共同社等媒体采访 关于在伴随防卫费增额的增税开始之前 解散众院举行大选的可能性 称有可能 他表示众院选举日程未定 称目前没考虑明年选举 政府称会在2024年以后的恰当时候实施增税 将在2023年底执政党修改税制税制之际决定 此后最快将在2024年启动增税 岸田的发言被认为考虑到在同年解散众院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据日本美日新闻最新民调显示 岸田政府的支持率已跌到25% 较上次在11月调查下滑6个百分点 来到执政以来最低水平 科索沃局势近日迅速升级 两个多星期前 一名前科索沃赛族警察被捕 引发境内赛族的抗议 塞尔维亚总统伍切奇声称 科索沃政府准备攻击当地的赛族 并将并于周一26号命令位于科索沃边境的军队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塞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塞军队和警察部队的士气很高 已准备好迅速和坚定地执行所有任务 据美联社报道 科索沃已要求驻扎在当地的 以北约为首的维和人员拆除路障 2008年2月 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 塞尔维亚始终坚持其对科索沃的主权 本台综合消息 韩国国防部28号公布未来五年国防规划 计划从明年起到2027年投入331.4万亿韩元 约合2614.37亿美元 用于建设和运营军事力量 规划中装备费占国防预算总额的比重 将从今年的31%增至2027年的36% 明年1月初成立核武器 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对本部 以遏制和应对朝方相关威胁 还将执行综合运营网络 电磁太空战力的任务 塞尔维亚网球名将德约科维奇 此前因未接种新冠疫苗 而被澳大利亚驱逐出境 一年后他将得以重返该国参加比赛 周三澳大利亚网球协会证实 这位35岁的网球明星 将参加1月举行的阿德莱德国际网球锦标赛 和澳网公开赛 一个月前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决定 解除德约科维奇三年入境禁令的处罚 澳大利亚曾是疫情期间 限制旅行最严格的国家之一 今年7月该国降低了 对游客的疫苗接种要求 新加坡将紧缩对零售业者 展示饮料含糖量的规定 希望寄此避免罹患糖尿病的人口增加 自12月30号起 新加坡将依照饮料含糖量采取四等级分类 高含糖量饮料将必须一等级类别陈列 而且糖分最高的饮料将禁止打广告 根据数据显示 新加坡成年人口去年糖尿病盛行率 约14.9% 高于日本的11.8% 于中国的13% 原因是新加坡民众平均每天摄取60公克的糖 其中超过一半来自饮料 今天节目最后时间 我们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下跌15.57点 跌幅0.40% 报收3829.25点 大琼斯工业指数上涨37.63点 涨幅0.11% 报收33241.56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44.64点 跌幅1.38% 报收10353.23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到节目 由肖方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